猛烈大火持續延燒 消防員迅速拉水線撲滅火勢 台東日本地區垃圾掩埋廠 在4號碗間突然冒出火苗 在東北季風駐長之下 500多坪的垃圾掩埋廠 瞬間變成一片火海 起火的原因竟然是 元宵節使用的鞭炮雪火星 可能是炮還沒有用水 給它完全消息 垃圾掩埋廠是早期比較多 所以說馬上就起火 燃燒起來 首先我們垃圾掩埋廠 火勢雖然貨的控制 但隔天早上還是繼續燜燒 產生了刺餅濃煙 日本地區住戶都有聞到 造成氣管不舒服 昨天晚上的味道真的很重 這個垃圾掩埋在這邊更不好 可是也沒有辦法 我們也是忍了很久 一大早整個煙 過來整個村莊都是煙這樣子 真的喉嚨跟氣管不好的老花 真的都受苦了 我們現在就是消防車跟怪手 來把它挖起來 裡面悶燒的盡量 我們把它弄完了以後 到後面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上面再覆蓋土 把土蓋起來以後 它底下去不會悶燒 垃圾廠不斷悶燒 消防員也持續灌灸 撲滅火事 所幸沒有造成傷亡 提醒民眾使用鞭炮 要注意安全 避免火災意外發生 記者本家的地板台東市採訪報導 我們在粉絲中 there 看來人家的採訪 並且分享